我家的袋鼠 我决定给它起名叫钢瓣 希望它能拥有钢铁般的意志 蹦蹦跳跳的活下去 那为什么活下去这个事 我居然得用希望俩字呢 因为袋鼠这个物种 本身伤口自愈能力极差 对细菌的抵抗能力极差 抗生素对它的作用效果极差 简单来说 生命力极差 也就是说这个玩意甚至会死于口腔溃养 不是断脑 真事 所以我是真心的希望 它能蹦蹦跳跳的活下去 但我发现它好像不会蹦 就这行进方式还叫啥钢瓣啊 钢铁的 钢鼓哟 我这什么名啊 买个袋鼠不会碰 买个电脉不发电 买个来环章鱼 吃个螃蟹 敢要螃蟹反家的 最可气的就是这个浣熊 蟹黄面 自打最近反裙之后开始咬我了 我要不看你是个金色浣熊 早给你做绝育了 给你能力的还反裙